5月30日 其方对33保利来 33一同商城等平台 涉嫌几次诈骗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进行查处 33系企业实际控制人王文俊 请多名高管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6月3日 33集团企业一查房相关人员向记者证实 范密兵曾带掩盖品牌 其意两年以前已经签过两次 但干人事未通入具体金额的细节 集团人士向记者提供相关证据 一年前 集团消除企业就被警方冻结了好多的资金 最高一度达到40亿元左右 直接影响了企业运营 所以集团胜利小额带公司 向下属企业 及供货商提供资金支持 6月3日 快盘主日人杜海涛与吴欣 一起现身北京机场 不过两人的穿搭实在美感恭维 杜海涛一身黑色打扮 戴着口罩和帽子 长下的粉色鞋非常强健 吴欣这身花脸一圈 好像睡衣一样 感觉吴欣最近衣品下降很多 没有以前服装中造型经验了 吴欣其实还戴着一件外套 不过今天北京有点热 他就没有穿 看海涛包裹这么严实 真怕他中手 不过后来两人都分开走 两人穿着奇特 迎来很多路人围观 海涛在后面聚吴欣 吴欣实力显现 不想和他说吧 让海涛择心了 那 shut up and let me go 吴欣 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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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